各位朋友,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我是梁榮林,我现在是香港的岭南大学的教授。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得到中医药推广的基金赞助。 我们拍一系列的短片给大家认识关于中医药如何在长者里面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这是一个推广的计划。 主要是希望给大家通过认识中医药,大家可以在疫情下健健康康。 简单我自己来说,首先我自己是一个生化的博士, 我自己也是在香港读完中医研究院的文憑。 之前曾经在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都是任教的。 现在我是宁林大学的研究生院的临床实践教授。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好,大家好,各位朋友,各位老友记,又一次跟大家见练。 我是叫做梁绒冷,我是岭南大学的。 今天讲的题目可能有点敏感。 很多人一直说谈岩色变,一听到岩字就好像看到老虎,很害怕。 但是又不用那么害怕。 但是又要注意,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 最近,其实刚刚前几天,我看到一只新闻, 刚刚有个统计,是说过去那几年, 其实香港患癌的人数是一个新高。 特别是它的统计,那个数字我忘记了。 以前,就是在香港,男士患癌有癌症, 就比女士高很多下的。 但是现在慢慢,女士患癌的数目, 一直追上差不多,就跟男性拍得差不多了。 所以,只有两个讯息,一个, 其实患癌的人是增加了,在香港来说。 第二,就是男女的比例越来越平均。 在女士来说,特别像最近的卫生署的统计, 就是乳癌那些,升幅得相当快。 我们分开两集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讲关于一个癌的, 一个我们叫科普的知识, 以及是讲中医中药, 是怎样去预防癌症方面, 是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 好,首先呢, 癌呢,英文叫cancer, 那cancer是什么来的呢? 最简单来说就是, 其实我们一个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我们一个人是有数以亿计的细胞的身体。 而细胞呢, 是会有生、老、病、死的。 那些细胞呢, 其实是不断地去改变的。 所以在一个一生的过程里面, 有些细胞呢, 就是受到外面的一些刺激呢, 就会变了一些叫做坏的细胞, 或者我们叫做, 是产生一些基因的改变。 那它变成了一些不正常坏的细胞, 但是它又不死了, 那它呢, 就继续在那里分裂, 就产生很多不良的后果。 那这个呢, 就是在生物学上, 是癌的一些成因来的。 那癌呢, 在英文呢, 叫cancer, 那cancer是什么来的呢? cancer呢, 其实是一些横行的蟹, 就是我们冬天吃的蟹, 就是, 它形容cancer就是说, 好像那些打横行的蟹那样, 就是不顾一切, 去破坏周边的一些正常组织, 那所以呢, cancer癌呢, 正式来说, 叫做恶性肿瘤, 那是一些生长很快, 或者是不正常的一些细胞, 是致到整个身体呢, 是受损害的一些情况。 那正如刚才说呢,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 每天呢, 都有很多细胞生, 很多细胞死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中有些, 一些小部分呢, 出了问题的话呢, 那有机会呢, 是会引致一些, 我们叫做癌变的了。 那如果我们的身体的, 免疫的功能是正常呢, 那我们是不用怕的, 因为呢, 原来我们的身体呢, 是可以, 偵測到哪些细胞变坏了呢, 就会将它呢, 打死它, 吃了它。 那如果呢, 身体的免疫功能是, 即是下降的话呢, 那就不行了, 那就变成了那些, 那些的, 癌细胞, 初初完成了, 可能是很少数, 即是十粒八粒, 但是你不理它的话呢, 它就越来越座大。 好了, 那, 癌的成因, 和什么有关呢? 那其实这方面呢, 就已经很多的, 就是, 专家和一些, 学者呢, 是做了很多研究的了。 那, 很多年前呢, 其实呢,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呢, 是说过的了, 他们呢, 就做过很多统计, 他说, 其实很多的癌症呢, 都和这个环境的因素是有关的, 那包括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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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以至六十的percent, 六成的癌呢, 有可能和这个, 我们的饮食和生活的习惯呢, 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 譬如举个例, 那, 吃烟, 那, 就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呢, 是, 真是, 是, 是, 很高, 痣癌的一个, 壞的生活习惯来的。 那, 另外呢, 有些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留意, 但是呢, 也都有很多的研究确实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吃很多脂肪性的东西呢, 其实, 其实, 也都是, 危险是高的, 因为呢, 脂肪在身体里面呢, 其实呢, 是, 太多的话呢, 是有发一些, 癌的细胞的出现的。 那, 所以呢, 在这方面呢, 在我们的饮食, 和生活的习惯呢, 其实, 如果是, 知道哪些是, 可以避免的呢, 那, 其实已经可以减少很多的癌的出现了。 那, 通常来说呢, 是, 那些癌细胞,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之后呢, 它就会一路繁殖。 那, 繁殖到一定数量之后呢, 它呢, 就会随着我们的淋巴, 和呢, 是的血液呢, 就我们, 就转移去到其他地方。 那, 转移去到其他地方呢, 那, 那, 它因为已经, 就是, 生长了很多, 那, 所以, 我们身体那些的, 我们叫做, 免疫的细胞呢, 都打它不死的了, 那, 就越来越, 就是, 就是, 膨胀的, 可以说是。 那, 膨胀到某一个程度呢, 呢, 就会, 是, 影响正常的一些细胞器官, 那, 就会破坏身体的免疫功能。 那, 那这个图呢, 就给大家看到, 就, 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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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正常细胞, 那, 是因为, 最后一旦 他怎么做了, 那, 这个栏, 腫瘤不同 有些可以很多年才出現 譬如有一種吸了一些石棉 而引致肺的一些腫瘤 是可以拖十年 二十年才出現 但有些癌症很快的 可能一兩年就已經形成了很大的腫瘤 形成了腫瘤之下就轉移到其他的器官 所以總據來說 癌的生成就跟很多的致癌因素有關 包括是輻射病毒這些藥物都可以 這些就會刺激到我細胞裏面的一些基因的改變 基因改變本來初期都不重要的 但是我們因為免疫細胞的功能不好 就不能夠殲滅了它 它就一路去分化 去生長 就變成癌細胞 再沒有適當治療 它就會變成一個 真是我們所謂的中期或者晚期的一些腫瘤 醫治就很困難 所以總括一些我們日常生活都可能會接觸到的一些致癌的因素 這些大家真的要從小開始就要認識 我們逐個說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重要的防癌的教育 一個就是吃煙 吃煙這個不用我多說了 煙裏面其實現在已經驗到 差不多有一百幾十種的致癌物質在這裡 所以就是說你直接把一些致癌的物質 英文叫做Casinogen 就帶入肺那裡 好了 那病毒呢 也都會致癌的 但是這個呢 當然我們就很難避免的病毒 但是特別有幾種的癌症 包括我們香港 南中國多的就叫鼻咽癌 就是和病毒關係緊密一些的 台灣人喜歡吃的檳狼 如果是長期吃的都會致癌的 我剛才說過高脂肪的飲食都會致癌的 經常是吃一些叫阿蕭酸鹽的食物 特別是好像一些 Sausage 腸的BBQ 經常BBQ 就更加容易致癌 醃製的食品是容易引致胃癌 這個已經是證明了 因為很多韓國和日本 他們很喜歡吃那些 那些醃製的食物 他們的胃癌的人數是增加的 還有一些就是 一些黃曲梅素 污染了一些菊類的食物 都是會知道引致肝癌 我剛才說過 如果常常BBQ是很高溫 油炸的食物 是會將一些本來不是致癌的食物 變成致癌的食物 還有那些食品添加劑 如果是防腐劑太多的話 是都不好的 有些殘留的物質 包括現在我們很多的食材 都因為在生產過程 都加了一些農藥 殺蟲劑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會引致身體容易癌變 還有一些生活習慣 包括我們吃得太少的纖維 太肥的東西 和太甜的東西 都是會引致這個癌變的 所以這麽多方面 如果從這個性質來講 第一類就是放射線 放射線 如果高放射線 可以說百分之百致癌 所以譬如好像紫外光 UV light 如果照射太多 就會引致皮膚癌 如果化學的物質 包括空氣裏面的污染物 或者食物的添加劑等等 都要注意 其他的個人的習慣 其實都可以歸納回化學物質方面 如果病毒 有些病毒是引致鼻咽癌和肝癌 這些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知道的 這些叫做癌症的初期危險的訊號 因為大部分的癌 其實如果你早發現 基本上到現在來講 醫好的機會是很大的 舉個例子 在香港我們比較多見的 一個叫做鼻咽癌 如果你是第一期發現的話 基本上九成幾可以醫得好 但如果你不理的話 去到後期 那就難搞很多了 那這些訊號是包括什麼呢 有些不正常的出血 或者是傷口長期不愈合 那這個都要去看醫生的 一些不正常的腫塊出現 例如乳房如果有腫塊 那你一定要早點去看 或者這個叫液窩 就是甲垃底那些地方 有淋巴組織的地方 你如果發現有些硬塊的話 都要去檢查一下 大小便的習慣改變 這個和這個大腸癌是有關的 如果是長期這個喉嚨沙 咳或者是消化不良 那都要去檢查一下 有些就是譬如是我們的皮膚 那些痣啊 那些有顏色或者是形狀的改變 都要去檢查 好 那有幾種的常見的癌症 我特別在這裡簡單跟大家講講 那肺癌 肺癌就是好像是男性特別多的 那因為以前就食鹽的人多 現在其實都相對少了一些 那但是呢 就要留意呢 其實現在女性都一樣是有很多肺癌的 那這個呢 就要注意呢 就是聲音啊 有沒有痰啊 還有體重減輕啊 那第二個呢 就是大腸癌 還有大腸直腸癌 那剛剛最近的公佈呢 其實香港人玩這一類癌的 有很多肺癌的 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吃東西太過豐富了 現在呢 經常吃很多的 就是肉類的東西 那基本上呢 就是脂肪的蛋白太高 其實會容易的 如果是吃齋的人呢 這方面的機會是少 危險性是少一些的 那大腸癌呢 基本上呢 就是排便習慣改變 有時便秘啊 腹射啊 還有呢 有便血啊 或者是 在肚子裡摸到一些腫塊 體重減輕都要注意的 那肝癌呢 就 你要留意的呢 就是 就是有一些肝炎的病人呢 就是 這個叫瘀型肝炎 Hepatitis B 那一定要留意的 有家族遺傳的 那這個呢 如果 經常喝酒 都是容易的 引致肝癌的 那肝癌的話呢 就是 早期的症狀呢 就是 都是 會黃膽啊 會肚痛啊 和這個 這個 食慾不振啊 那所以 這方面呢 大家都 是 知道 早期的訊號 一有 一些的 不舒服 早點去檢查 因為 現在的 檢查的 儀器啊 那個 比以前先進很多 那所以呢 就可以很早 已經是發現得到 那 早治療的話呢 就會 很容易 就是 醫好 那我下一次 會跟大家呢 去講解呢 這個中醫中藥呢 其實在預防 和治療癌病方面呢 都是有 很有 就是 功效的 那這方面呢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今天呢 就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囉 就是